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時開的風氣呀 直到心有東 聚散都在紅塵中 尋尋秘密 为何谁都看不清 爱是眼前的客人 两个人一段情 半山远情难尽 你走你的路 我要我要的幸福 就坚强就是一人心 要做做坏坏 要不要做我什么 真真切切的感觉活着 也许要谢谢你一句不回头 我不得不一个人往前走 要痛痛快快的走是我 真真真切切的感觉活着 也许要谢谢你一句不回头 我不得不一个人往前走 看我把红红烈烈爱过 恨我 夜双双洒洒把你忘了 如果人生会有寂寞的时候 在风里为自己唱一声歌 唱着我的歌 这做人哪 一定要分得清是非黑白 轻重缓急 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才不至于在人生道路上走错一步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就算白秋风曾经有恩于你 你也不能包庇坏人哪 你有完没完啊 古人尚知道大义灭情成恶除奸 你难道连古人都不如吗 古人还说了 有恩必报 再说了 白大伯也没有伤害过你啊 你给我债务 白秋风不就给了你一个馒头吗 一个馒头啊 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委去维护他 我给你十个馒头 给你一百斤面做一百个馒头怎么样 哎呀 你 白大伯 谁是你白大伯 你这个阴神小人 不要再打了 再送你一个馒头啊 再送你一个馒头啊 完登的啦 大伯 别叫啦 别叫啦 白秋风呢 白秋风呢 把自己的快乐 经历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是件多么让人无法容忍的事 哎哎哎 哎哎 上大叔 你头上怎么长了两只脚啊 我愿意 我高兴啊 滚你个屁事 滚 哎呀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上大叔也是为了对付白秋风 才变成这副德行 不要再刺激他了啊 哎呀 上大叔至少不像某人 光着屁股回来 上大少爷 你怎么脸也红了 难道 你跟少哥哥一样 这全都是那个灵池害的 对 就是那灵池害的啊 要不是他挡来挡去的 我们早把他抓住了 对 对 这个灵池实在太过分了 简直本末导致是非不分 爹有颠倒吗 哎 就是 枉费我把他当兄弟一场 不解决这个灵池 白秋风就将继续地 逍遥法外 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嗯 哼 还以为自己是英雄 一出门 个个都变成狗熊 没本事就不要学别人出头 找什么借口 等本小姐出手 把白秋风拿下 看你们的脸往哪放啊 滑稽 尚中 你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找帮手吗 找几个成年人嘛 找三个小孩来 干嘛 耍宝啊 是啊 我就是带几个孩子 来给你祝大寿的 嘿嘿嘿 说败寿还太早了 我们是来给你庆安的 对 啊 来败寿的 我还以为是来打架的呢 你怎么打我啊 又来了 我却的 是呀 我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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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爹 你没事吧 不要再打我大伯了 要咱就打我吧 好 就打你 好 好 我跟你们玩了 走了 老混蛋 怎么不见了 小妹妹 说话怎么这么粗鲁啊 武当群 武叮当是你什么人哪 怪你是不是啊 身手不错嘛 看来是得了奇风熊狼的真传了 这武家拳向来是传男不传女 武家是生了十个丫头 看来是没有男孩的命了嘛 臭老鬼 你啰嗦什么 哇 武叮当怎么交出你这么一个没叫养的女儿啊 你去死吧 什么 这 别让人跑啊 别让人跑啊 站住 不和你们玩了 白秋风人呢 我问你们话啊 你们笑什么 笑什么啊你们 有毛病啊 一个白秋风就把你们大家弄成这样 小雨 白秋风可不是一般的人 要不是你在那边鬼叫 我会说吗 我是叫你不要放走白秋风 没想到你还是让他跑了 你有没有搞错啊 都是你闯的祸 还有脸书这些 放走白秋风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为什么针对我啊 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弄成这样嘛 怪来怪去 都怪他自己跟白秋风许下这种承诺 老头子 你在怪我 你到底是来帮忙想办法的 还是你在这里捶后腿 要不是你女儿在那边惹了这么多麻烦 你的头上怎么会被打两个肉包子 我愿意 你有没有 我才不像你这么贱 好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不好好想解决的办法 你们不好好想解决的办法 还在这边互相埋怨 推卸责任 我不是要 不 要 在 白 青 七 不死 只要我们大家都守在周围 白秋风即使再有本事 也奈何不了小语 对 侍郎 你跟我在屋外看着 阿寿 妈 你们守着门口 好 知道了 好 张大叔 阿喜 你们负着窗口 放心吧 好 没问题的 好 领路 每隔半小时巡逻一变 是 好 来 好 就这样 二二 加油 走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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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你去死吧你 快秋风练习版 他 他怎么进来的 林侍 快开门 你去哪儿了 害我等了你一整天 林侠 林侠 你还给我睡觉啊 起来啦 起来啦 你怎么会流血了 林侠 林侠 你别吓我啊 林侠 快醒醒啊 林侠 林侠 你到底怎么样了 林侠你千万不要死啊 毕竟大家朋友一场 你们下手也未免太重了吧 就是啊 他到底做了什么 你们要像这样的毒手 啊好 你别那么激动嘛 没那么严重 放心啊 难道要他死了 才叫严重吗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们嘛 都怪那白秋风 白秋风 我武侠郎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就不信武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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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噓啊 小声点 白秋风可能就在附近 对啊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主意了 啊 正在思考中 你还要找到你 小语 你能不能不要再哭了 你们逼我嫁给个快七十岁的脏老头 天天下有你这么狠心的妈妈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也是不得已的 如果你不嫁的话 我每家人都活不下去了 姐 为了我 为了妈 你就牺牲一下吧 小语 其实 白秋风是无所不偷的人 明媚正确地嫁过去 总比莫名其妙地被偷过去要好啊 对不起啊 小语姐姐 只怪白秋风她看不上我 要不然 我就替你嫁了 好了 你们要是在逼我 我就死给你们看 姐 姐 让我死了 让我死了 你怎么抱起来 姐 我们来世 不要 再见了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们让我死 让我死 让我死吧 如果这辈子不能嫁给阿兽哥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怎么嫁 你们寻死寻活的 你死了 我们大家怎么办 林璐 把他关到房间里去 好 不要 不要 来 小姐 小姐 不要 不要 小姐 小姐 不要 你不要 放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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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们 放开我 小语 我进回来救你的 老天爷 你何苦拆散这对生死鸳鸯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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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 脉搏很正常 气色也很好 让他再休息一段时间 就可以复原了 真的吗 我虽然算不上天下第一神医 但是我以狮王的名义做担保 他没事的 我去看看药间好了没有 我去 林池到底怎么样啊 下手也太狠了点 不躺上拜年也得三个月啊 他的样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先回去了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走了 你们 谁啊 你是谁 你就是阿豪吧 别怕 我是来给阿迟看病的 我警告你啊 你不许过来 不许碰他 大伯 你怎么来了 大伯 别动别动别动 千万别动啊 你看看 上中这么点下三流的医术 还好叶子拿出来献宝啊 真是的 你干吗要用这些车弹啊 有我在 你放心 保证他没事 而且啊 还能够健健康康的 给你生儿育女啊 他 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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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 是我 我是阿盛 阿盛哥 是你啊 小玉 我们快走吧 快点 快 不行了 不行了 歇一会儿吧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你听我说 我们离得还不够远 我以白秋风追来 我们就危险了 不要 我不要嫁给那个糟老头 那就快走吧 说不定你妈 已经派人来追了 好 首哥 这么危险 你还来救我 这是当然了 不管多危险 我都会救你出来 快 首哥 我小雨 非你不嫁 我们快走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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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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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陆 这不快啊 怎么办 还怎么办 去那边 我怕脏了 你先再给白秋风啊 走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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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找到 没有啊 不管 去找去找 是 好好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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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们现在是逃跑 你怕什么脏了 你将就一点吧 人家怕脏了 又多怕 怕得要死了 我也很怕蝉蜀的 有多怕 怕得要死 蝉蜀那么恐怖吗 很恐怖的 就像它一样恐怖吗 对 就像它一样恐怖 里面还有一只 好恐怖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语 我们走吧 小语 乖孙子 想不到 你跟你爹一样 喜欢行侠仗义啊 哎 这行侠仗义有什么好处啊 为别人丢钱舍命的 太愚蠢了吧 哼 我可不是为了别人 我是为了我心爱的女人 这 白伯伯 我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我跟你个性不合 而且我们的年龄也不配 兴趣爱好 更加有天壤之别 而且我也没什么 吸引人的地方 嫁给你 一定不会幸福的 这就对了嘛 你不喜欢我 嫁给我 那才有意思嘛 就像我偷东西一样 看到失去东西的人 那彷徨无助的表情 那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老头 你是变态啊 就你们俩现在这种表情 那就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 徒孙啊 看来 不用我带你们走了 自然有别人把你们带走 我 我走了 哎 我不让你当逞的 你看什么啊 走了 放开我 李璐 放开我 小姐 对不起 李璐从手说了一家恩惠 夫人对我有养育之恩 我不可能眼真正地看着夫人 被白秋风所害 那我呢 小姐 李璐也不想这么做 可是 我也没办法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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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笨蛋啊 做事不用脑子 如果逃走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雷老虎早就逃走了 还用得着你吗 难道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小语她呗 阿瘦 遇上白秋风 你就自认倒霉吧 哎呀 阿瘦啊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可是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嘛 天涯何处无芳草 有钱的女孩多得是啊 忘了她啦 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徒孙 别着急 以后师爷爷给你找个更好的 来 妈 我不要嫁 小语啊 妈 今天好点是个大喜的日子 你就节安顺便吧 雷夫人 小蝶阿姨 哎呦 阿迟 你伤这么快就好了 神啦 阿且你好了 怎么不多休息一下 没事了 我很好 其实打伤你 我们也很内疚 哎 没事 反正我也被别人打惯了 无所谓的 看来上大叔的医术不错啊 我还以为你要躺个一年半载的 根本就不是他治好的 啊 什么 对啊 是我 我大伯 你大伯啊 我 你还敢在我面前收起这人呢 妈妈妈妈 别打他了 他的伤害刚好啊 雷老虎 及时已到 准备婚礼吧 对不起 借过一下 你们 有个老伯伯叫我交给你的 好 雷老虎 小雨先跟公鸡拜堂 晚上用花轿把她送到城南的货仓 等所有人离开之后 我就会来把新娘接走 你们尽管布下天罗地网 看我怎么拆招 走 爸 我走了 你多保重 好了 起轿 你多保重 我年轻漂亮的新娘 等很久了吗 新娘子 怎么了 是紧张呢 还是太兴奋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看到你娘雷老虎那一脸悲伤的样子 真是太过瘾了 还有我那乖孙子 就是你的秦郎哥哥 那种悲伤 那种肝肠寸断 可怜 现在 让我来看看你那梨花带泪的小脸 怎么办 鬼啊 鬼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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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邱娥 不是叫你把他打瘀吗 怎么打死了 从他的死相来判断 不是被打死的 而是被吓死的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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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死的 大伯 大伯 你不要死啊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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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林池 你不要难过了 给他好好办个丧事吧 大伯 林洛 赶快去准备灵堂 好的 夫人 大伯 十郎 谢谢你救了我家小雨 你那套瞒天过海的招式 实在是太完美了 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 是大家配合得好吗 尤其是阿寿 阿寿 你怎么了 他毕竟是我师爷爷 阿寿 我想去官府自首 十郎 不行 你说什么你 谁要你自首 你以为你死了他就会复活吗 跟你没关系 我杀了人就应该去自首啊 十郎 十郎 不可以的 是啊 你要想清楚啊 十郎 十郎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十郎不会有事的 啊 啊 你也不用真的自首 我又不是真的怪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 我不是说过了吗 跟你没关系 杀人不去自首 难道等人通弃我 你哭丧个脸干什么 我又不是去死 不过呢 我们是好兄弟 我去了之后 你要帮我照顾我爸我妈 知不知道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答应了 要是有半点照顾不周 我爸妈有什么闪失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不如这样吧 我带你逃走 等风头过了之后你再回来 别傻了 我就是不想过那种 见不得光的日子 而且跟着你这种穷光蛋 荒山野岭参风露宿的 药吃没得吃 药喝也没得喝 我去自首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用陪着我一起逃跑 坐牢 我知道 你这么说是因为我救了小雨 你觉得内疚 我也不是为了小雨 我是为了你啊 坐兄弟就是这样吗 你上山我上山 你下海我下海 你坐牢我坐牢 你逃跑我逃跑 你不要哭了 我最怕女孩子哭了 可是我真的很怕坐牢 我舍不得爸妈 舍不得你 说不定啊 那个法官见了你之后 看到你的样子啊 就认定白秋风是被你吓死的 到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坐牢了 是不是啊 师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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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干吗背着大包小包的 师郎 你不用去自首了 回去吧 雷家的事 当然要雷家的人负责 就算真的有人要去坐牢 也是我去坐 你傻子啊 白秋风是我杀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件事是因我们雷家而起 不管坐牢也好 死也好 都有我一个人来承担 跟你无关 那你要拎着这大包小包的 去坐牢啊 所有的东西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里面有吃的 有喝的 还有书 肥皂 鱼肝 另外 你看 我的鹦鹉也陪着我一块儿去 就算坐一辈子 也没问题 你以为你去度假 做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所以要乐观一点嘛 最重要的是 你可别忘记我 每年来看我一次 我就心满意足了 可以吗 雷生大 你知不知道在这种情况 你跟我说这些话 会让我很感动 你这样让我越来又不想去自首 词仓大 吃饭 放下 盛大 上大叔 你不用去自首了 为什么 白秋风不见了 她没死 她肯定是装死 装死 装死 不用坐牢了 太好了, 我們不用坐牢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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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白秋風沒死 是啊 是你啊 不是我, 會是誰啊 雷夫人那邊有什麼反應嗎 現在大家都很慶幸, 表姐不用坐牢 所以暫時不會想到, 是我們把白波波挪走了 好, 那就好 白波波現在怎麼樣了 一直昏迷不醒, 高燒不退 我看, 我們趕快把他送到醫院吧 怎麼樣 早上喝了杯牛奶 對, 到現在肚子還瘴氣呢 放了個屁, 就是撇不出來 你看我整不整齊, 帥不帥啊 帥, 帥帥帥 我雷拉虎的兒子有不帥的嗎 姐, 怎麼樣, 怎麼樣 你是我這個大美女的弟弟, 也瞅不到哪裡去 好,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老是關心外表帥不帥 從來沒有想到要充實一下自己 一個上進又有內涵的男人這才叫帥 該回來家裡幫忙了 媽, 有你們兩個在, 幹嘛要我啊 你想一輩子當車夫啊 現在你有一些社會經驗了 該回來做生意啦 媽, 他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食郎 哪有心思做生意啊 說到食郎, 他現在不用坐牢 這我就放心了 只不過白秋風跑了 總是後患無窮啊 我的丁當哥又不在 否則我們兩個人聯手就 你可以嫁給阿壽哥啊 這樣子繼承了事實以後 就算白秋風來了, 我們也不怕啊 好主意耶 媽, 人家才不要呢 真的不要嗎 還是怕阿壽哥不要你 生日大, 你說什麼啊 別擔心, 要是阿壽真的不要你啊 我會替你教訓他的 我走了 等一下, 你是要去看食郎嗎 你沒有買禮物啊 女人是要哄的 媽, 你不反對了 我怎麼反對得了呢 你看他這個樣子, 一副神魂顛倒 我告訴你啊, 長幼有序 只要姐姐一天不嫁, 你就別想娶 姐, 拜託你努力一點嘛 別讓我跟食郎等到頭髮白了, 我會嫁出去啊 你以為你姐姐我真的嫁不出去啊 當然, 嫁得出去了 過兩天, 我就去幫你提親 媽, 我同意了 既然媽要幫姐姐去提親 不如連我的也一起提好了 雙戲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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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來找白秋風啊, 你把他藏哪兒去了 我…我沒有把白秋風藏起來啊 阿遲啊, 你不會說謊就不要說了 白秋風傷得那麼重, 他就算不死也逃不出這裡了 說吧, 把他藏哪兒去了 他已經走了 走了? 對呀, 他說雷家會追殺他 所以必須要離開禁武鎮 他走去哪兒? 我不知道啊, 他四海為家沒有定數的 哦 媽呀, 嚇死我了 哎, 要直接, 又不能說得太白 又有誠意 哎, 又不能太沉重 師郎, 為了感謝你救了我姐姐 所以… 我特地買了禮物給你 不行啦 以師郎的個性來說 他肯定不喜歡男生下跪的 哇, 怎麼這麼巧啊, 你在家 我湊巧, 剛好路過這裡 又湊巧看到這個禮物, 覺得蠻適合你的 又碰巧, 你正好在家 不行, 不行 哪有這麼多湊巧啊 我到底該怎麼說呢 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這麼緊張呢 不是認識很久了嗎 就說你想約他去郊遊 這話有這麼難說嗎 雷聲大, 提起勇氣 好, 進去, 走 好, 進去, 走 聲大 伯母, 我是來找十郎的 他在嗎 伯母 十郎啊 十郎他還沒回來 你找他有什麼事啊 沒, 沒什麼事了 那, 等他回來, 我告訴他好了 沒什麼, 只是想謝謝他救了我姐 所以, 所以想約他去 還阿壽跟我姐 一起去晨曦玩一趟 聲大, 等他回來, 我一定轉告他 謝謝, 謝謝 十郎 聲大約你去晨曦玩一趟 你去不去啊 去, 為什麼不去 你, 你一直在我後頭 其實從你剛剛跪下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站在這裡了 好好看哦 我的媽呀 唉, 跟我講話有這麼難嗎 阿壽, 明天我們四個人一起去交遊 你說好不好 好啊 你是不是還在擔心 白秋風來逼婚啊 其實, 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媽 已經想到了一個很好的辦法 就算以後她再來逼婚 也都沒有用了 不用了 她已經離開京武鎮了 真的嗎 你怎麼知道啊 是凌遲救了她 我去找過凌遲 那我們應該開心才對呀 你到底在煩什麼 我很想知道 我爹是怎麼死的 等武大叔回來以後 你不是就可以問他了嗎 也就這樣了 好了 不要再想了 我們一起去逛街 走了 唉, 你們兩個幹什麼啊 這麼慢 對啊, 快點快點 哦 來了來了 哇, 這雷聲檔什麼構造啊 這麼有勁啊 好, 走 好, 走 你的宇宙 找不到屬於我的星球 不斷轉動 最後誰說剩下若口 你幫我剝好了 其啦 對香蕉很甜 你就吃一點嗎 給一次就足夠 希望多一段的時間 多愛你一切 對你一段面子無所謂 嗯 嗯 你看 嚯嚯 過來跳 過去 看 有了 有了 看 快点 好大一条鱼 等我一会儿 你看 快 快快快 好像要下雨了 不用怕 快要下雨了 我早有准备 准备 小雨 我呢 小雨 你放心 今天天气这么好 一定不会下雨的 快 快快 来 你先擦擦吧 好端端的 怎么会下雨呢 那有人出门不带伞的 我带这么多东西少带一样 也是情有可原的 那你为什么偏偏忘了带伞呢 我就带着这个忘了那个嘛 你看 你看你写的清单 有多长啊 看到没 长得过分哪 简直快把家都搬来了 可是生爸 怎么都没有忘了带啊 这 就唯独你没有记性 这么要紧 你怎么不带啊 你说什么 没说话啊 没说话啊 你的笑容 紧握住你的手 你说今后只做一个梦 我们会拥有满天心的执鱼座 会走过银河 和牛郎永远长相守 在我心中最秋天的角落 真正的乱衣飘过 是你的轮廓 山上挥不走 让秋冬都到了尽头 在我心中每一次的承诺 像一光年那么久 牵着你的手 请你每个春夏秋冬 收集每个人 在我心中最秋天的角落 转转的乱衣飘过 是你的轮廓 山上挥不走 等秋冬都到了尽头 在我心中每一次的承诺 像一光年那么久 牵着你的手 请你每个春夏秋冬 收集每个感动